那我就是喜歡動物 所以才會想要當獸醫啦 因為覺得跟牠們相處的時候會很放鬆 然後好像不用講太多話 也可以很容易被理解的感覺 對我來說動物好像是很容易可以理解牠們的感受還有預言 那所以就會覺得說獸醫好像可以一直跟動物工作 就狗狗貓貓工作 那應該會蠻開心的 但是開始工作以後當然會發現說其實並不是只有快樂的部分 那可能有一些很兇的動物啊 或是很難相處的動物啊 或者是病得很慘的動物啊 還有很難相處的四族啊 就是你可能常常碰到一些很無奈的狀況啊 或者是說四族不諒解啊 你有時候其實自己壓力會很大這樣 然後不太舒服 然後而且會面對很多生離死別的事情這樣 但我覺得我是蠻適合這個工作 因為我蠻可以設立情緒上的界線 就是我比較不會被身邊的這些情緒 受到很強烈的影響 可以還是可以在這個狀況下做出一些理性的判斷 跟自己消化這些感覺這樣 因為香港沒有自己的受益系 他們都是國外的受益師 然後再來那邊 因為他們沒有醫療保險的觀念 對 就是不像台灣有健保 所以他們很可以接受寵物醫療的收費是比較高的 所以當然香港受益師的薪水也相應比較高 受益師在香港的社會地位也相對比較高一點 主要就是他們的分工會比較再仔細一點 像台灣這邊的話很多小型診所 你可能就是什麼清潔啊行政啊 你都要處理啊 像我們都會也會需要去櫃台接電話啊 然後配藥啊 然後跟客人收錢啊 這些可能在台灣都要做 在香港就不用 我就只要看診 跟開藥這樣就好了 就是香港人他們其實對錢就是講得比較清楚啦 就是他如果覺得貴啊什麼他也會直接講 他就會直接講說這個我的錢就是不夠啊 他會比較明確講 但台灣人比較不是 台灣人就是比較客氣一點吧 就是可能有時候醫生叫他們做一些檢驗 他也不好意思問你多少錢 但是最後就會生氣 其實這不好 因為他就會覺得醫生這個太貴 然後醫生騙他 我不相信就是現在這個狀況下 你如果問醫生說那這樣大家要多少錢 他會打不出來 我覺得這個對金錢的觀念 其實是可以學習香港人的就是把他問清楚 你可以跟醫生問的 就說欸比如說醫生說他要拍X光跟抽血 那你可以問說欸那不好意思 就是這個X光要多少錢 因為然後或者是這個抽血要抽哪一些項目要多少錢 這樣都可以先了解的 我覺得這個是透過溝通可以去避免的一些事情 香港人就是比較直接啦 然後他們也對醫生比較尊重 但可能他們就比較喜歡換醫生這樣 他可能就是覺得你這個看不好 他就去別間然後把病例轉走這樣子 那是很常態的事情 不一定是針對醫生 但台灣人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都不喜歡換醫生 我覺得不要覺得說 喔一定不能換 這樣是比較好的 就是需要的話你就換啊 你需要看別的科 你就去找一個比較合適的醫生 而且有不同的狀況 你有時候只是去打打預防針 看看皮膚病那當然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今天他有比較嚴重的問題 他需要住院啊 或是一些特殊的醫療 那你當然要去找一間適合他的醫院 我沒有覺得說一定要一直換 因為一直換當然也不是很好的一個醫療行為 因為你可能代表說你很難去信任醫生的一些指示 但是你如果心裡就覺得不能換的話 其實你反而影響你做出一些正確的決定 所以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情是教育四足說 喔其實這個觀念並不是這麼絕對的 就是說不能換獸醫這件事情 並不是換了獸醫你的動物就會有發生什麼事情 有時候反而對他比較好 七五二八 七五二八 因為計畫最長兩年 對啊 啊現在這麼快回來 就是因為那邊政治情況不穩定 我想說還是早點回來 因為 我不太 在那個環境下工作其實不太舒服啊 就是你每天都是有一些 很激烈的衝突在你身邊發生 然後也會有點擔心說自己的人身自由 會不會哪天突然被抓走之類的啊 因為你可能每個週末就會有人在街上抗議啊 然後你就會看到防暴警察這樣過去 然後可能你附近就在放吹淚彈啊 就是我有一次我去上教練課吧 就下來以後那個警衛就說 外面正在放吹淚彈你要不要晚一點再走這樣子 然後你走出來就發現喔街道都是空的 然後就是黑衣人在擺一些路障啊 感覺那個警察就要殺過來這樣子 然後空氣中就有吹淚彈的味道啊 就一些燒焦好像燒垃圾的味道這樣 紅綠燈都失靈啊然後地磚被翹起來啊 然後欄杆被推倒啊類似這樣子 生活中太多衝突然後會覺得有點絕望吧 就是會感受到這些人他們想要爭取的東西 但是卻很難很難達到 所以當然會很絕望對我來說是這樣 因為我我沒有辦法就是只是在那邊工作 然後都不管這些事情就是看到了還是會覺得難過這樣 前一陣子是更激烈一點 最近稍微因為他們選舉過後有稍微平靜一點點 但之後會怎樣也沒有人知道啊 那我個人還是會覺得說 長遠來講自由還是會逐漸被限縮啦 至於香港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很難講 我沒有這麼專業的可以分析這件事情 但是我想可能我沒有辦法繼續在那邊待下去 在那邊